《金刚心菩萨法》 我们在讲授金刚心菩萨法 一般来讲起来啊 这个做完三个观想啊 这个持咒啊 入三末地以后 出定都是要做回向的 这个回向就是讲啊 你修这个法 本身呢 收归何处 收归何处 就是回向 那么你自己的祈祷 你自己心之所向 其实就是讲了 就是回向祭 那么回向祭有很多种 很多种 你自己本身来讲起来啊 啊 这个个人的回向 有时候可以自己写回向祭 也可以用唱颂的 也可以用唱颂的 就叫做回向 就叫做回向 那么《金刚心菩萨》 它的战绩也是很多 事实上我讲过 《金刚心菩萨》是很大的菩萨 它是五佛 它是五佛的法王子 在密教里面第一大的菩萨 就是《金刚心菩萨》 所以这个法应该是讲 虽然是四佳行 其实《金刚心菩萨法》 就是一个很殊胜的大法 因为《金刚心菩萨》 是五佛化身的法王子 《法源》中文知实力菩萨 普贤是法王子 《净土宗》 《观世音菩萨》 《大世智菩萨》 是法王子 密教《金刚心菩萨》 《金刚心菩萨》 就是法王子 这个有所分别 你修密教 你法王子是谁 最大的菩萨 就是《金刚心菩萨》 你看每一个祖师 他们在禅定里面 猛受《金刚心菩萨》 的放光加持跟授法 莲华生大士是密教的祖师 祖师爷 祖师爷的上头 还有《金刚心菩萨》 还有《金刚心菩萨》 所以莲师 莲华生大士 也猛受《金刚心菩萨》 的授法跟加持 所以你说《金刚心菩萨》有多大 大的不能再大 他是最大的菩萨啦 密教里面最大的菩萨就是他啦 所以他是祖师爷的爷爷 跟你讲 跟你讲你说我师父最大啦 我师父是祖师爷 你知道祖师爷的爷爷吗 祖师爷的爷爷耶 《金刚心菩萨》 这个不是开玩笑的 这个这尊菩萨不是 他是你看密教本身就是由他传下来的嘛 龙树菩萨还是要面见《金刚心菩萨》的 龙树菩萨是八宗之主啊 还是要面见《金刚心菩萨》 得《金刚心菩萨》 付法印给他 这个不是大法是什么 他的百日明咒啊 他最后啊 每一个法当中啊 都要持百日明咒 什么作用 为什么要持三遍 他有补白的作用 什么叫补白啊 以前我们写文章的人啊 写写写写到最后 那个印刷厂在印啊 印到最后 哇 空了一百不好 空了一点点了 空了一点点 那个字啊没有办法把一页弄满 怎么办呢 那就叫补白 补白就是这个白的地方把它补起来 他报纸上写写写写到最后 哇 留了一点白了不行了 那赶快请一个这个大作家赶快来补 就把那个文字给他补到刚刚好 哦 延满这样子 连多一个字少一个字都不缺 这个叫做补白 百日明咒有补白的功用 你在修法的过程当中有舒服了 对供养方面舒服了 对敬礼礼拜方面舒服了 不静啊 心啊 舒服了 生口意啊 不静的时候舒服了 你念百日明咒就补白 把你弥补掉 把一些措施啊给他弥补掉 这个功用就很大 所以每一次啊 修法念三篇的百日明 这个原因就是在这里 他因为他有补白的作用 这个百日明咒啊 可以消业障 可以征服费 可以弥补所有的 过失过错 消除掉所有的业障 所以他的利益啊 是很好的 而且他本身啊 你念完百日明咒的话 这一切包括生口意啊 全部都清净了 你自己的生口意就清净了 百日明咒到底是 持长咒好短咒好 那这个就是 你个人 个人自己 你今天在修法的时候啊 时间比较长 你认为我比较空闲 那你一定要持长咒 持长咒 你自己认为哦 今天修法的时间啊 比较少 那你就持短咒 就持短咒 功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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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样 功德一样 但是你不能因为你脱懒 想说 持短咒 脱懒一下 你不能有这种心 不能有这种心啊 你这样子去持咒 就不好了 就是说你看看你自己的时间够不够 你持 持长咒或者短咒 都可以 都是一样的 那个百日明咒啊 是每一次修法都要持的 都要持的 那这一点是非常的重要 那像百日明咒啊 应该讲起来在密教里面啊 在我们密教行者里面啊 应该是长词的咒语 就是很久每一个人都一定要背 这个咒语是特别重要的 特别重要 包括了 身 口 意 清净 包括了《金刚经》里面所讲的 我空 法空 众生空 受则空 也就是无我 无法 无众生 无受则 这种现象 那么这种现象啊 就是最亲近的一种现象 最亲近的一种现象 这个咒语的重要 大家都应该要知道 大家都应该要知道 那么我们也晓得 这个修这个法 有一个次第 有一个次第 你们自己本身啊 要知道他的心要口诀 可以看那个 《莲华大光明》 《莲华大光明》这一本书 就是 《密教大光伐》 《密教大光伐》 《密教大光伐》这一本书 以前就是我曾经讲说 讲说这个密教修行的 最细的这一种说明仪轨 这一本书 《密教大光伐》这一本书 我说 《密教大光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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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м по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